最後到Part D叫我們找個Point of Inflation的拐點出來 Point of Inflation就是Fd兩次的root 所以如果Fd兩次等於0 我們會有6x減6是等於0 所以就很快看到x是等於1 但你也要做一個checking的動作 所以我們知道Fd兩次代1小一點 其實你會想一下 例如我當6乘0.9 OK然後減6 你會見是小過0 如果Fd兩次代1大一點 你會見到就是6乘1.1 然後減6是正數 OK是正數 有一個先升後升或者先跌後升 就是一個轉向的形態 我們就會說它是一個Point of Inflation 所以F1是一個Point of Inflation 先回答別人的Point of Inflation Point的座標是什麼 所以那個Required Point 就等於1 1是什麼呢 我們看這個位置 就是1-3-9加5 1-3是-2 -2-9是-11 -11加5就會是6 OK 所謂是-6 看看有沒有計算錯呢 都是按機的 1-3-9加5 是-6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Point of Inflation 就是這樣 結構最高的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有機會 那邊有一定有問題 我們可以說到